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争与爱情 吸引了大量韩国民众的关注 特别是他在剧中细腻的内心戏 深深打动了很多韩国观众的心 这部戏也让他在韩国娱乐圈展露头角 获得了百享艺术大赏的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在当时演技颇受肯定 因为在演技方面受到更多认可 安再续把事业重心更多的往戏剧方面倾斜 在1997年他揭拍了让他在中韩两国爆红的《新梦奇缘》 一开始他在这部剧中设定是男二 随着剧集的播出 靠着演技和个人魅力变成了男一号 因为这部戏的播出他人气大爆 在剧中他所演唱的歌曲《Forever》也红极一时 一时间他成为了超级偶像 从那以后安再续在韩国稳坐一线明星的地位 由于边唱歌边演戏 他受到了不少争议 因为那时候的韩国娱乐圈 演员与歌手是分开的 像他这种两样都做得很出色的极少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 安再续迎来了事业巅峰期 他主演的电影《我爱上朋友的姐姐》 让他直接摘得青龙电影奖的最佳新人男演员奖 2000年安再续与宋云儿主演了剧情片《坏朋友》 随后两人因戏生情成为了恋人 不过当时两人没有公开承认这段感情 安再续总是若有似无地提到自己的女友S小姐 说她居家业会弹钢琴 暗示了很多次 连安再续的粉丝都默认了他俩的恋情 可是宋云儿一直不表态 加上关于宋云儿的传闻很多 安再续也就有点心灰冷 所以也就分手了 分手后还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交往全内人 宋云儿那边则又给安再续一级重击 在一次采访中 宋云儿暗戳戳表示 以后都不会再和矮哥谈恋爱 而安再续身高1米72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嫌弃安再续矮了 安再续真的是躺着夜中枪 实惨 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张东健 宋城县等新一批韩流明星的崛起 安再续的人气与话题度开始下滑 自从2004年高收视韩剧《欧必胜》 奉顺音播出之后 安再续在韩国就没有什么大热作品推出了 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转型台湾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因为演技基本一样 角色没有新鲜感 导致观众讨论度很低 业内人士开始对他表示质疑 所以2006年之后 他的影视资源明显下滑的厉害 大多数都是偶像剧类型的剧本 之后虽然也参演了一些电影电视剧 但是都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 后来的他在韩国 基本上就被列入过气一人的行列了 2013年 安再续生了一场大病 为了治疗 他专门去到了美国求医 几乎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 当时因为内心的痛苦 还曾患上了严重心理疾病 还好最后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才让他重新出现在了镜头前 两年后 安再续因话剧 结识了现在的老婆崔贤珠 相差11岁的两人 从此展开了一段老烧恋 如今4年过去了 两人仍甜蜜如初恋 在女儿出生后 安再续完全变成女儿奴 另家人生活弥满 出道20多年 安再续非常洁身自好 在当年震惊韩国娱乐圈的X档案中 对他的描述是毫无黑点 非常令人可惜的是 本来他在中华亮播的名声都不错 但是在去年2月 他在一次外出时被查出酒驾 在当时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 之后他交代 自己是前一天夜里和同事聚餐饮酒 休息了一夜才开车出门 直接承认了错误 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对于他喝隔夜酒后开车的行为 很多人表示理解 但大部分民众对他的好印象 开始还是有所下滑 在韩国艺人有劣迹 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的工作几乎全部被取消 令人唏嘘 安再续今年已经48岁 有了孩子之后 他开始减少工作时间 主演上一部剧时还是2016年 之后他几乎都是以参加综艺节目为主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家庭 现在的他没有了以前的俊昂和阳光 身上更多的是沧桑和成熟 岁月抹去了他的叛逆与浮躁 现在的他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平和 也许是经过了与闭魔的斗争 他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 陪在家人身边才是他现在最幸福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哦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